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很明显地说出一件事 一定不是说成就上的累积 因为成就上的累积不可能 有时候就算儿子继承爸爸的财富 也不是说在前必要在后 你继承爸爸 其实主要是另一段话 就是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 就是再前的人慢慢已经不是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是最大变动 性格最大躍进 最肯遷就人 而且他整个生活根本就有成长概念 所以通常我们一出生 其实本身是最受教 最听到神的声音 最为我们的方向去摸索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最容易被神带领 但我们一选择方向 就用了我们自己的定义 去定义了那个方向 所以那样东西就会变成一个死局 所以走先的人 到最后都不会追得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的是倒退了 其实这是最普遍 因为我们现在一把年纪 我们亲眼看到整个基督教界 如果他们不强调品格的话 其实他老了之后 其实大部分都会倒退 不是等于他们的成就 倒退 那些成就可能甚至是 还叫做发作家 但问题是 性格就一定是 自尊心 要人尊重 最明显的是 那些人不懂得怎么自处 老了之后 他们不懂得怎么自处 其实你们会看到 其中我一样 你会看到我 我任何时间都懂得怎么自处 教会什么状态 我是什么年纪 我正在做的事奉 我都会懂得自处 甚至跟你们不同的部门谈 我都会自处自己的身份 就是人一路长大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固执 去定了自己的方法 变成死局 他就已经不能再变 这种不变 导致他们不能在神所给的变动 当中自处 譬如主耶稣就是当时的变局 他就直接搞乱你的局 他就是了 他就搞乱你的宗教 但法理商人 没有一个色点自处 你就会看到 这个不再前 必要再后 是因为他们 人能够带着小孩的心 去到老 他有点成就 他就已经没有了小孩的心 因为他一直都要教人 他看到下面的人很蠢 看到人们在技术上 还要幼乱学习 因为他越到成就的时候 他越看下面 他越看他们的幼乱技术 而不看他们受教的品格 是多么伟大 在神眼中 所以他们甚至轻寒 你受教就跟我学 学到识为止 我识的 你识的 他就以这个定了自己的价值高 因为你还要跟他学 你还是小时候 但是他不知道 主耶稣说 他的品格要跟他学 你没有他的品格 你不能进去见识 这个就是主耶稣 以小孩子做一个例子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觉悟 因为如果你从小到大 都知道品格很重要 你就会有这个觉悟去到老 但是你没有这个觉悟 觉得品格很重要 你根本到了中年 你已经拯救了 你已经是在后了 你不是在下面追上来 你是倒退 踏低的渠 受教程度也不能够 在神的眼中 他还可爱 应该这么说 看法太前书第一章 第二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潔的心 无无规的良心 无偽的信心伸出来的 心祸上 行走天路 带着干惊心 古墓 为神祸 全被改变 爱心开恨荒草 今快跑 永生天国路 带着赞美 永感恩徒告 为神奉献 无据挑战 愿我奉情收送 从永不退到 奔跑永不缺步 一生里要若望耶稣 今他城市谈要得冠冕 冤决踭踏上尖铺 尝向全都 愿万人归向神 尽全力是奉盼受功 跟我心份轻情 热痴不碎路 趁已奉上心里 主别察言之途